长方体表面的最短距离 在前面课文,我们学到如何计算长方体中对角线的长度。 除此之外,我们可以借由展开图 来了解立体图形表面上两点的最短距离。 以长方体为例,若有一只海螺沿着B面, 想要从A点通过线段CD爬行至G点, 怎么爬才会有最短路径呢? 先将矩形CGHD,展开至与平面ABCD同一个平面。 再观察矩形ABGH,可以发现, 线段AG是通过线段CD且连接AG两点的最短路径。 我们以长为5公分,宽为3公分,高为4公分的长方体为例。 有一只蚂蚁沿着这个长方体表面, 从A点通过线段BF爬行至G点。 要怎么求蚂蚁走得最短路径长呢? 我们先将矩形BFGC,展开至与平面AEFB同一个平面。 可得到新的矩形AEGC, 因为三角形AEG为直角三角形, 且线段EG等于线段EF加线段FG等于8公分。 所以,线段AG等于根号线段AE的平方, 加线段EG的平方等于根号4平方加8平方等于4根号5。 因此,可得到蚂蚁通过线段BF爬行至G点的最短距离为4根号5。 加线段BF爬行至G点。